噗咿噗咿,你有看過天竺鼠車車嗎? 這部動畫才一推出,就立刻爆紅 很多人一看就中毒,停不下來 還有人預估,接下來可能會帶齊 一波飼養天竺鼠的風潮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天竺鼠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最近動畫的熱潮一波接著一波 前陣子有鬼滅之刃 而最近爆紅的則是天竺鼠車車 這部動畫才播出三集,立刻成為本季的動畫霸權 每一集播出,都在幾天之內就突破百萬觀看 點閱率遠勝於同期的其他作品 有人分析爆紅的原因 是因為天竺鼠車車的照音可愛、劇情輕鬆有趣 雖然一集只有三分鐘 但就像是在看這個貓貓狗狗的影片一樣 非常療癒,讓人忍不住想要一直重複看 網友也開玩笑說 小孩子才看鬼滅,大人都看天竺鼠車車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覺得動畫爆紅之後 大家覺得很可愛或想要去飼養天竺鼠 但擔心熱度消退了之後,可能會出現氣養潮 因此呼籲大家不要跟風養鼠 因為天竺鼠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那關於動畫爆紅的原因,已經有很多人談過了 所以今天這一集,我們想從比較不同的角度切入 一起來認識一下可愛的天竺鼠吧! 天竺鼠又叫豚鼠或荷蘭豬 不過,它在生物學上的分類,既不是鼠也不是豬 反而是水豚的親戚,屬於鎳齒木豚鼠克的動物 而且,比其他寵物鼠,天竺鼠的體型大很多 剛出生的時候,可能跟一般的寵物鼠差不多 只有一個長新的大小,但只要一個月就會長到兩倍大 陳鼠可以長到30公分,體重可以達1公斤 那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名字裡面有天竺,就認為天竺鼠來自印度 或者是俗稱荷蘭豬,就以為他們是來自荷蘭 但其實這個天竺鼠起源於南美洲 在大概16世紀左右,被西班牙、荷蘭跟英國的商人引入歐洲 那因為可愛、個性和溫和的關係 被當成是上流社會和皇室的寵物 那也因為寵物的這個完善性質 人類培育出了許多天竺鼠的品種 有短毛的、長毛的、無毛的、花色眼 多達了高達50幾種 除此之外,天竺鼠也廣泛的 被當成是科學研究的實驗動物 就像我們現在常常會用白老鼠來形容被實驗的人 天竺鼠也一度被當成是實驗對象的代名詞 甚至還有天竺鼠效應這個詞的產生 用來描述實驗觀察上面的偏誤 那回到南美洲來看 天竺鼠在當地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地域 只不過這個地位並不是被當成是寵物疼愛 而是被當成食物來看待 天竺鼠生長在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 那從很久以前就被當地的原住民 馴養當作是食物來源 而天竺鼠的肉富含蛋白質、低膽固醇 而且生長速度很快、飼養成本很低 是許多家庭的經濟來源 它不僅出現在餐桌上面 也出現在藝術作品當中 在當地的民間信仰裡面 也被當作是藥物來治療疾病 或是宗教儀式的祭品 那另外,每年的夏天在秘魯都會舉辦天竺鼠節 進行天竺鼠的選美比賽 他們會替天竺鼠穿上漂亮的衣服 打扮成各種不同的角色 像是國王、貴婦、礦工 甚至是鄉村歌手的造型 打扮最漂亮的天竺鼠可以贏得比賽 但選輸的就被拿來烤來吃 真的是很殘酷的比賽 那話說回來 在台灣我們一般還是會把天竺鼠當成寵物 那麼天竺鼠該怎麼養呢? 前面提到,因為天竺鼠其實不是老鼠 所以它的習性跟飼養方式 跟我們常見的倉鼠、黃金鼠等等 非常不一樣 我們大致可以分成像是飲食 還有環境這兩大部分來講 在飲食方面,天竺鼠是草食性動物 主食是牧草還有新鮮的蔬菜 那要注意的是 天竺鼠不能吃太多的種子跟穀物 會造成瘴氣,嚴重的話甚至可能會死亡 因此如果要購買飼料的話 需要特別注意成分,挑選天竺鼠專用的飼料 而在環境方面 由於天竺鼠它的體型比較大,腳掌又比較軟 因此需要準備夠大的籠子 並且在裡面鋪上大量的甘草或軟墊 給它舒適的空間 那如果你要飼養兩隻以上的話 也要注意牠們的相處情況 避免彼此嗆食物打架 再來,天竺鼠屬於群居生物 比較膽小而且容易緊張 有人建議應該要一次飼養兩隻 讓牠們有個同伴 那也有人認為,考量到每個人的能力不同 只要飼主有用心陪伴,讓牠不會感到孤單的話 這樣一隻也是沒問題的 那有趣的是,在瑞士 他們的動保法還規定飼主 不能單獨飼養天竺鼠 一次必須養兩隻以上才行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有人就想到可以出租天竺鼠 讓飼主不會違法 說到這裡,因為天竺鼠特色的爆紅 也帶出許多飼主分享自己的經驗 有些人就分享 不要只看這個天竺鼠很呆磨可愛的樣子 其實在飼養上面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而下面我們大致會分成是 經濟負擔、運動需求、環境衛生的三個部分來談 在經濟負擔方面,有飼主計算 每個月的飼料費大約花費1000元 不過,一開始飼養的時候 會需要替牠買籠子、布置居住環境 做健康檢查以及結紮 第一年大概需要花2萬元左右 而後續每一年的花費,則大概落在1萬5元左右 那也有人分享,雖然平常的花費不會太多 但只要一生病,負擔就很大 治療費用從幾千塊到幾萬塊都有可能 那網友我們就分享喔 它的天竺鼠因為牙齒的問題 每個月會固定花費1萬5元 持續兩年都在消遣 而且天竺鼠的平均壽命有6到8年 累積下來的費用其實是很可觀的 那再加上,大部分的動物醫院可能看貓狗居多 看天竺鼠的壽醫相對比較少,因此很難預約 這一點在飼養之前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而在運動需求的部分 一般的小倉鼠可以在籠子裡面放滾輪讓牠運動 但天竺鼠相對比較大隻腳掌或比較軟 不太適合跑滾輪,反而需要足夠的空間活動 那有些四肢就建議,每天都要定時讓牠放風 讓牠出籠去跑跑 而主人這個時候也可以跟牠一起玩 培養感情讓牠不孤單 而在環境衛生方面 雖然天竺鼠是很愛乾淨的動物 不過牠們的屎尿量非常驚人 成年的天竺鼠每天大約可以大出100多顆便便 而且不像貓狗一樣會任一個固定上廁所的地方 也有可能會到處大小便 如果環境沒有每天打掃 天竺鼠身上還會沾到便便或是尿 很有可能會被尿給灼傷 另外天竺鼠對溫度也很敏感 適合的溫度介於18到26度之間 如果氣溫超過30度,還有可能會中暑 因此夏天的時候需要讓牠們吹冷氣 而冬天的時候也需要開這個保溫等 那其他面向的需求還有很多很多 但礙於時間的關係就先講到這裡 那在這一波相關的討論當中 有四主呼籲大家 沒有因為看了動畫 一時興起就跑去養天竺鼠 他們擔心之後可能會產生棄養潮 而就過往的例子來看 他們的擔心可能是有道理的 過去其實有過幾次案例 在熱門的動畫或是電影推出之後 引起一波飼養潮和棄養潮 那像是在2000年左右 這個動畫哈姆太郎播出之後 開始流行飼養倉鼠、黃金鼠、楓葉鼠等等的寵物鼠 但是當時有些人可能沒有注意到 倉鼠其實是夜行性動物 因此晚上會被吵到睡不著 而後來媒體又報導 鼠類可能會傳染汗塔病毒 導致民眾恐慌紛紛棄養 那當時農委會還發文澄清 一般的寵物鼠養在家裡面 其實不太會跟野外的老鼠接觸 那代言病毒的機率很低 那民眾如果因為太擔心被傳染 而把這些寵物鼠放到野外去 反而會增加病毒傳散的風險 而除了寵物鼠之外 每次有熱門的狗狗電影上映之後 民眾可能也會一波瘋的飼養特定的品種 像是2004年的《再見了可魯》 還有2006年的《極底長征》 許多人看過之後深受感動 也讓拉布拉多跟哈士奇變成了熱門寵物 但有些人可能對狗狗的習性不太熟悉 養了之後才發現狗狗跟電影當中 乖巧可愛的形象不太一樣 如果沒有經過適當訓練的話 實際上可能會到處暴衝、咬壞東西 而隨著電影的熱潮退燒 氣養潮也跟著來 造成許多狗狗都變成流浪動物 那根據報導 在2008年台北市動物收容所數量最多的前幾名 剛好就是米格魯、哈士奇、拉布拉多等等的品種 那除了氣養問題之外 因為民眾需求大增 有些業者為了品種狗,會讓狗狗盡情繁殖 也可能會造成狗狗帶有遺傳疾病或其他健康問題 而這些狀況都可能造成 自主照顧的負擔變大 讓氣養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每一次有動物相關的動畫或電影爆紅 就有可能帶起一波飼養的蜂巢 而對許多愛護動物人來說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蜂巢過後之後 民眾會因為失去興趣而紛紛氣養 這樣不僅會讓這些動物失去家 也有可能造成流浪動物的問題 那我們覺得,大家在養寵物之前 第一步,真的可以先想一下自己的需求 是因為可愛想要養嗎? 還是自己也想要有動物的陪伴? 而第二步,可以評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看看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可以負擔寵物的開銷 或者是自己有沒有時間可以陪牠玩 而第三步,可以先做一點點功課 了解一下動物的習性 跟自己的需求是不是符合的 避免帶回家之後才發現生活習慣會向干擾 畢竟我們現在的觀念 已經不單單把牠們視為一個完想的寵物 而是一起生活的毛小孩了 那如果你真的養不下去了 也請不要隨意棄養 可以幫他找下一個飼主 或是轉交給動物生活中心 讓牠們可以找到下一個家 而最後,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想要養寵物的話,可以用領養來代替購買喔! 好的,那今天想來問大家的是 你會想要養天竺鼠嗎? 想要養,我想要好好陪伴牠 不想養,我覺得自己可能會照顧不來 考慮一下,等我準備好再說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飼養天竺鼠要注意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台灣的浪浪都從哪裡來的 以及Xpark的水族館爭議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